很多澳門藝人眼中MFM都比較幸運 我覺得相對的 你有那麼多幸運的時候 你又要受到那麼多壓力 很簡單分享一下 有些事情我們根本沒有做過 但一堆人就會不停在這裡說 是呀 我見到 我在旁邊而已 我住樓上看著的 有一次比較深刻的 就是我們三個去和一群澳門藝人做義工 廚辦單位安排我們去幫那些病的狗狗洗澡 後來隔了半天或一天 路上很多人說他們化了濃妝去拍照 我看著他們的 半個小時拍照就離開了 都沒有做過事 他們是不是變態的 狗病的 不可以洗澡 有時候人們沒有了解那件事 其實那些病狗是感冒的 不可以洗澡 皮膚病或其他情緒病的狗都要洗澡 你就會覺得很生氣 欲加之罪何患無恥 所以太多經歷這些事 評論出現好像是17年左右 演唱會前一年多些 我們那天就出了一首歌 叫做《盜亦有盜》 《盜亦有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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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給別人看我們的態度 面對流言飛語 我們其實都不會畏懼的 反而希望大家趁這個機會 你既然覺得我的事不好 你不如來看看 聽一下 之後自己再作定論 《盜亦有盜亦有盜亂》 《盜亦有盜亦有盜亂》 應該是網上有些評極 對我們的做事方法 或者可能對我們的誤解 我覺得透過演唱會 其實是一個給他們的體驗 因為我們有看過網上留言的人 他們選擇了來看我們演唱會 自己親身去感受一下 究竟MFM是否真的這樣的 我很開心的 剛剛給我們聽的反應就是 原來MFM不是真的 好像別人這樣說的 你可以不喜歡我的音樂 因為很個人 究竟好不好聽 或者喜不喜歡音樂類型 但你不可以抹殺我的努力 我們的努力大家是看得出的 我經常都說 觀眾眼睛是雪亮的 就是在網上看完這個表演 他會知道這個藝人 下了多少心機下去 外界所謂 你們好像光鮮亮麗 化漂亮漂亮 穿漂亮漂亮衣服 唱兩首歌就放工 他們以為是這樣 原來分別三個都在經歷很低潮的時候 好像做詩一樣 那一刻哭完 家裡有很多問題 他轉頭就要出來站上台 沒有人知道 這些是人生必經的學習階段 我們天氣很公平 你有那麼多光環 內裡也要承受相對的東西 去付出 其實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年都有 其實所謂七年之養 我想是 對我們來說 真的每一年都可能會 因為一些工作 或者怎樣磨合 都會有一些意見不同 或者都會有一些挑戰發生 當時打算為何開演唱會 就是打算分開發展 所以演唱會本身是打算 打算開完之後 打算跟大家說 是高必然的 誰知道有些事很奇妙 未到那一步 你又不知道是否真是一個結局 開完演唱會 又變成另一個高峰 就簽到唐彎風寺 尤其是我們這七年 真的用生命來唱歌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歲月 給他們 喂 我們沒有給你 當你覺得自己真的投資了這麼大 在這個範疇裏面的時候 突然之間要說拜拜 不是不行的 但那個決定都頗難去落 所以到最後發覺 其實都不一定要完結 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不如繼續吧 去到真是順其自然地 要拜拜的時候 才拜拜 說到好像會很老 六十歲 所以我經常都說 交給天安排 希望我們以後 什麼形式發展 或者去哪裡唱歌都好 希望都是以兩個字為主 就是開心 一踏上去那一下 可能沒有他們兩個在旁邊 那個氣場不同 其實自己一個上台的時候 立刻已經哭了 就是我一開口已經哭了